《幟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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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帮我戴上 快点 不对 你送我的礼物呢 可欣 这个项链是我和沐昕一起买的 一起 不是吧 你們倆大男人 就送我一個禮物啊 爸 你看他們怎麼那麼小氣啊 兩個人送我一條 怎麼可以這樣啊 可惜 這樣不行 你們倆說 這條項鍊到底誰送的 你送的 還是你 項鍊是劉若生送的 歐小姐 我知道你什麼東西都不缺 一般的也看不上 這樣吧 只要你有要求 我母親可以盡我的權力 幫你完成三件事情 這 也算生日禮物了 算 特別有心 我喜歡 你剛才說的是不是真的 什麼都能做到 只要我目前能夠做到的 都可以 那好 我缺個男朋友 在我找到男朋友之前 除了當助理 還要 陪我約會 乾脆我說兩句吧 我堅決不同意 你不知是我的合夥人 又是室友監策劃 你把他給搶走了 那我怎麼辦啊 可惜你要是缺助理啊 我來 溫柔體系賢慧會做飯 最關鍵的是 我的二頭筋 特別適合和女孩做 好可惜啊 沒有腦子的 我不喜歡 就像你這樣撩妹的 我也不要 你找到這種 音樂 你 我的頭筋 我 這裡 我 感谢观看